其实你们看了这个视频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强 还是那个角色很强 其实真正的一个短片 在拍摄之前 都会有一个是叫做人物设计的 因为只要有人物的性格 背景 很强的话 他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想要去看他发生的事情 会得到什么结果 如果今天我想做一个很感人的视频 或者是一个很激情的一个视频 还是一个很战斗片的一个视频 你先想那个故事情节是怎么样 然后过后你再想 哦那个creator要怎样 这样其实不是由那个角色去带动那个故事 而是你自己去编那个故事 然后找一个角色去配合他 这样你的那个creator本身就不强了 然后观众其实就不会产生那个共鸣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看戏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先了解那个角色 他要完成什么任务在这部戏里面 当我们了解了他 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凄凉的人 很可怜的人 还是很懒惰的人 我们观众看的时候 就会是跟着他一起去找 或者一起去完成他的那个故事 好像我们现在要拍的那部短片 我们应该先想的就是故事的那个creator design 只要creator design很unique很特别 当我们在想个故事的时候 那个creator本身的那个反应 在发生某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reaction 那个很自然我们都可以把故事写出来 所以不要告诉我你的故事的情节先 先告诉我你的人物性格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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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